大家好,我是饭饭 今天做的到狗仔鸭 鸭肉清洗干净后把它砍好 把鸭肉腌制一下 放入两个南乳 给点南乳鸡 白糖 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撕下切些料头 姜切块 然后再铺一些大蒜 锅烧热后放一些油 油的话放有姜 再放入大蒜 炒香后放入桂皮巴小香叶 炒香后放入桂皮巴小香叶 放入鸭肉 不然如此 盐炒香叶 3分钟 放入鸡腿 一大煮均匀 正面 炒香叶子 大蒜 主要是拿了一盐 一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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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開 盐 要加一點大碗水 水濺後可以去上面的沐沫 也要放入最重要的橙皮 這大菜一定要有橙皮才好吃 放一下 蓋上蓋子煮30分鐘 可以了 打開蓋子 翻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放入砂鍋裡 天氣涼了把它打入砂鍋裡 這樣把溫度上好 要炒上再沖斷 這樣就完成了 一道香噴噴的狗仔鴨就做好了 真的很香很好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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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